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2年7月31日上午 艾利森和他的母亲吃完早饭回到家中 不久后一名男子出现在了他家门口 而这名男子正是他的前男友詹姆斯 两年前因为詹姆斯吸毒两人分手 随后詹姆斯搬到了加州 但他现在又搬了回来 就在本次事件发生的前一晚 詹姆斯给艾利森发了一段语音留言 艾利森在收到留言后并没有回复 于是詹姆斯在第二天出现在了他的家门口 詹姆斯见无人开门 便开始用身体去撞门 艾利森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从电话里可以听得出来 艾利森的父亲应该已经拿出了手枪 在房门即将被撞破的一瞬间 艾利森的父亲向门外连开竖枪 虽然艾利森的父亲多次发出警告 并大喊道自己有一把枪 但詹姆斯仍然试图破门而入 因此他别无选择 只能开枪保护自己的家人 如果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做呢 之后詹姆斯身中竖枪 没走几步便倒在了车库门口 随后几个邻居赶过来查看情况 他不起来 他不用任何 他有你的封� 他不用没封� 他不用任何 那个 他不用任何 他不用盖子 他不是滚开的 feel a good ok are you working is podcasts 此时艾莉森还没有将报警电话挂断 可以听到他和父亲的一段对话 几分钟后警察赶到了现场 警察进入到了艾莉森家中 并先把枪的弹匣卸掉 这是一把格洛克26小型手枪 子弹击穿了大门上的玻璃 随后警员向艾莉森和他的家人了解情况 艾莉森告诉警员 因为詹姆斯之前吸毒并有暴力倾向 因此他和詹姆斯在分手后便拉黑了对方 并在之后的两年里没有任何联系 直到他昨晚收到了前男友的语音留言 但他并没有回复 在经历了这场可怕的事件后 艾莉森一家人拥抱在了一起 六天后 俄亥俄州立法机构大陪审团以8比1的比例 宣布艾莉森的父亲不会受到犯罪指控 根据美国承保法 他的开枪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承保法规定 当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中时 他可以使用致命武器抵御入侵者保护自己 而就在宣布结果的同一天 艾莉森的父亲挂牌出售了他们的房屋 并在13天后 以43万6千美元的价格成交 詹姆斯的家人对裁决十分不满 他们认为艾莉森的父亲 在背后开枪谋杀了他 并在詹姆斯姐姐的带领下 发起了一场伸张正义的运动 对于本次事件 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